同学们好,我们看第十四章所得税的题目 第一节是计税基础与暂时性差异 涉及所得税核算的基本原理和程序 资产的计税基础,负债的计税基础,暂时性差异 那我们当然 这一节其实都是为确认地研所得税资产,地研所得税负债服务的 我们要会确定资产计税基础,负债计税基础 那这两个计税基础确定的暂时性差异,其实也都很容易就确定 我们看单选题的一,是关于无形资产计税基础的确定 甲公司为研发某项金技术 21年发生研究开发支出共计300万元 其中研究阶段支出160万 那这应该是废硬化的,不会形成无形资产 开发阶段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40万 那同样也是废硬化,也不会形成无形资产 开发阶段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是100万元 假定甲公司研发形成的无形资产在当期达到一定用途 并在当期贪销20万 那贪销之后,当期期末,它的账面价值是80万 那会计贪销方法,贪销年限和净参值均符合税法规定 那税法规定,企业为开发新技术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 为形成资产技术当期损益的 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 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百分之百加级扣除 形成无形资产的 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百分之二百摊销 那21年12月31日 假公司该无形资产的计费基础是多少 那我们刚刚知道呢 到期末账面价值是80 以后往费用里寄的 那应该是80乘以百分之二百 因为以后是按照百分之二百摊销 无形资产摊销往费用里寄 所以这个币就是正确的 一百六倍 这是关于计费基础确定 当然我们也知道 研发形成无形资产 账面价值小于计费基础 确实形成是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但它不确认递严所得的资产 这概念我们要知道 如果要说理由 它不是企业合并 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 也不影响应大学所得额 这是关于它的理由 我们也要清楚 我们看多选题一 下列各项负债中 其计税基础为零的有 那负债的计税基础 是负债账面价值减未来可抵扣 这样来进行确定 我们看A 因合同违约确认的预计负债 现在预计负债有账面价值了 那对于合同违约 当以后支付五约金时 这个是按税法规定可以作为费用劣质 所以它的计税基础就零呗 你有多少确认预计负债的数字 未来当预计负债减少时 也就是说这份违约金支付时 那有多少就可以抵扣 比如你有100的预计负债 以后可以抵扣的也是100 100减100等于零 那当然这个计税基础就是零 B呢 从银行取得短期借款 那对于短期借款取得偿还 与损益都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你短期借款取得 比如建方银行存款带短期借款 偿还时借短期借款带银行存款 那它的计税基础 应该等于账面价值 因为你未来可抵扣 那没有 那账面价值减去零 等账面价值 再看看C 因产品质量保证确认的预计负债 预提产品质量保证 费用 这是属于法定质保 那法定质保呢 当实际发生支出时 可以作为费用劣质 就可以记录应纳税所的额 所以有多少账面价值 那未来预计负债减少时 有多少可以去扣除 所以它的计税基础是零 那D 因税收罚款确认的其他应付款 对于税收的罚款 永远不得记住应纳税所的格 所以未来可抵扣的是零 那计税基础是账面价值减去零 等于账面价值 因此这个题目 计税基础为零的 就是A和C 那我们再看多选题的第二个 说下列项目中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有 那对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是资产 资产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 负债的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 会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当然也有特殊的 没有形成资产账面价值 但未来可以纳税调解 也会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那我们看给的选项 A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进入当期损资的金融负债 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 那负债这一部分呢 要是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负债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 那如果说负债的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 那它实际上是一个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所以这不是可抵扣 再看B 按税法规定可以截转以后年度的未役补亏损 那它没有形成资产的账面价值 但是本期发生亏损 以后实现利润可以弥补 可以纳税条件 所以未来可抵扣 那它就是属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B没问题 是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我们再看C 因奖励积分确认的合同负债 说税法已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 那我们看 这一项负债有账面价值 计税基础 是账面价值减未来可抵扣 既然已经寄到当期了 那以后合同负债减少时 形成收入时 就要纳税调减 所以你现在有多少 未来可以调减多少 那它的计税基础等于零 负债的账面价值 有了那大于计税基础 是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所以C是可抵扣 D发生超标的业务招待费 那业务招待费没有形成暂时性差异 它一期是一期的 你本期超标了 本期由税前会计利率算应纳税所得额实 把它纳税调增 不存在着以后纳税调减的问题 它不像说发生超标的广告业务宣传费 那你广告业务宣传费以后 可以是纳税调减 所以它会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这是业务招待费 以前有过说法把它叫做永久性差异 就是一期算一期的 因此我们这个题目 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就是B C 那第二节 地研所得税负债和地研所得税资产的确认与计量 我们考试在这一章出大题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那如果说大题涉及的话 往往都会涉及地研所得税资产负债确认计量 以及所得税费用确计计量的问题 那这一节涉及的内容 地研所得税负债的确认和计量 地研所得税资产的确认和计量 那当然我们这里面要知道 说是什么样的情况下 不确认地研所得税负债 什么样的情况下 不确认地研所得税资产也要掌握 然后再有特殊交易或事项中 涉及地研所得税的确认 以及所得税税率变化 对地研所得税资产和地研所得税负债的影响的确认与计量 我们看单选题四 这个题目呢 让确认的地研所得税负债的余额 那我们也知道地研所得税负债余额 应该是期末的硬纳税暂时性差异余额 乘以适用的所得税率计算的 甲公司于20年12月购入一台管理用设备 并于当月投入使用 该设备的入账价值为60万 预计使用年限为5年 预计净残值为0 采用年限平均法既提折旧 税法规定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既提折旧 且预计使用年限及净残值均与会计相同 至21年12月31日 该设备未计题减值准备 甲公司 21年适用的所得税率为25% 然后说从22年开始 适用的所得税率为15% 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 甲公司21年12月31日 对该设备确认了地严所得税负债的余额 地严所得税负债 地严所得税资产 确认和计量用的税率 一定是转回时的税率 不是说就一定是当期的税率 就当税率变化时要用转回时的税率 对的确认和计量 那现在题目已经谈到了 从22年开始适用的所得税税率15% 那在21年底地严所得税负债的余额 应该是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余额 乘以15%的税率 不是属于当期25%的税率 那我们当然要把这台设备 在21年底 它的账面价值确定了 把它的计税基础确定了 那计税基础当然是按照税法规定 来进行确定 账面价值按照准则规定确定的 那具体看一下 21年12月31日 该设备的账面价值 那账面价值呢 是原价60万 会计上提折旧是按照五年 年限平均法 所以一年提的折旧呢 没有残值情况 价值60出油 因为你20年12月取得的 21年1月份开始提折旧 那这样呢 就整个一年的折旧60出油 扣掉给你48万 而计税基础 就是税法上 是用双倍余额递减法 集体折旧 那第一个年费就是21年 他呢提的折旧是60乘以五分之二 预计使用年限倒数的两倍吗 那等于36 那这样的话 我们看资产账面价值大于极非基础 形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是48 减36等于12 税率呢 要乘以15%的税率 1.8 那这样选项地是正确的 我们再看单选题的例 甲公司于21年2月20日 外购移动写字楼并于当日对外出租 取得时成本是2亿4千万 采用供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21年12月31日 该写字楼供允价值跌至2亿2千4百万 税法规定 该类写字楼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 折旧年限为20年 预计仅残值为0 甲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率为15% 预计未来期间不会发生变化 21年12月31日 甲公司应该投资性房地产 应确认的地研所得税资产是多少 我们确认地研所得税资产 那是说期末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乘以适用所得税率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当然是说到期末 这是一项资产 账面价值小于计算基础 那现在这一项写字楼外购的 当日就对外出租形成投资性房地产 并且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计量 那到了21年底 写字楼公允价值跌至22400 那这个呢就会形成它的账面价值 计算基础 那我们还要考虑 正常的按照税法规定提的折旧要扣除 所以当时取得是成本2亿4 我们取得写字楼 于当日对外出租 形成投资性房地产 那这个写字楼呢 应该是三月份开始提折旧 那用年限平均法提折旧 预计使用年限二十年 没有残值 所以我们看一下它的计税基础 计税基础呢 要用原价取得是2亿4千万 减去21年3到12月份提得折旧 2亿4除以20再乘以十二分之十 因为十个月的时间算出的数呢 计费基础是2亿3千万 账面价值体现期末的公允价值 2亿2400万 所以现在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 那两者之间的差 用它乘以15%的税率等于90 选项地时正确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多选题的第三个 下列关于地研所得税会计处理表述中 正确的有 A 企业应将当期发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全部确认为地研所得税资产 那这个不行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符合条件的确认地研所得税资产 也有不符合条件的 那最典型的 就说 这项交易不是企业合并 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 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 那在初始确认时的就出现了 像资产的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 而最典型的是研发 在研究阶段 我们反映到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用余国 那这个计税基础呢 是它账面价值 我们正常考试会说百分之百 因为现在对于制造业 允许加级扣除是百分之百的 那当然题里要说75% 你让这75%去做 这是一个典型的 那包括呢 说研发以后形成无形资产了 形成无形资产之后 仍然是会出现 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 也不要确认递严所得税资产 包括说形成无形资产以后摊销 说摊销的时候就影响会计利润 应纳税所得额了 怎么还不确认 这个非常特殊 因为我们知道 它真正产生的可底扣三世纪差异 是尚未摊销数 你有多少没有摊销 计税基础是它账面价值的 200%吗 不是你摊销数 说计入损益多少 而导致说 我要对它确认递严所得税资产 那正常大家也知道 你比如说 我要是对存货提了低价准备提了100万 你影响损益的100万利润总额 如果税率25% 确认的所得税费用 100乘以25% 它会是这样一种对应关系 但是研发形成无形资产 它就不一样了 你比如说 你往费用里摊销 10 那你这个是影响到了利润总额 但真正 如果你要确认低严所得税资产 是尚未摊销数的 那一部分 那尚未摊销数可能数很大很大 你不能说 那我确认低严所得税资产 对应所得税费用 比影响利润总额的数字还多 那就不对了 应该是 如果税率25% 确认所得税费用 是相当于利润总额的影响数的25% 这才是对的 所以就是 研发形成无形资产 当会计上 跟税法上的方法年限残值一样的话 那你这种情况永远不会确认低严所得税资产的 这是注意的概念 那我们再看 B 地言所得税费用 是按照会计准则规定当期应于确认的地言所得税资产 加上当期应于确认的地言所得税负债的金额 地言所得税费用 那指的是地言所得税资产 地言所得税负债 它的发生额是对应所得税费用部分 我们也知道 地言所得税资产 地言所得税负债的发生额 还可能会影响其他总额收益 资本攻击 期出留存收益等 影响商业什么 所以这个不行 我们再看选项C 说企业应在资产负债表示 对地言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复合 那这是没错 因为我开始可能确认过地言所得税资产 认为有足够的硬纳税所得额可供利益 但你后来发现 要是没有足够的硬纳税所得额可供利益 那你地言所得税资产 就要考虑它减值的问题 所以对它的账面价值要进行复合 D 企业不应对地言所得税资产和地言所得税负债 进行折线 这也是对的 就是别管地言所得税资产 还是地言所得税负债 我们不要去对它进行折线 CD证据 那接下来 判断题的8 在计量地言所得税资产和地言所得税负债时 应当采用当期适用的所得税率 那这个不行 地言所得税资产 地言所得税负债 确认计量的税率用转回时的税率 不是当期的 所以是错的 我们再看判断题的11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吸收合并中 因资产负债的入账价值与计税基础不同 产生的地言所得税资产或地言所得税负债 其确认结果将影响购买日的所得税费用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吸收合并 那如果说选择的是特殊税务处理 我们书上交免税合并 那取得的这些资产负债 按照供允价值入账 形成账面价值 计税基础维持原来 所以会出现 有的资产的账面价值跟计税基础维 也可能出现有的负债的账面价值计税基础不一致 那这个确认的地言所得税 资产地言所得税负债 影响的那是属于商业 不是所得税费用 所以是错了 第三节所得税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内容涉及当期所得税 地言所得税费用和收益 所得税费用的计算与列报 合并财务报表中 因抵消未实现的交易所产生的地言所得税 我们看多选题的四 21年7月5日 甲公司自行研究开发的B专利技术 达到育林用途 并作为无形资产入账 B专利技术的成本为一千万元 那21年开发阶段无废影化支出 预计使用年限为十年 没有残值 说采用直线法摊销 根据税法规定 B专利技术允许按照其成本的 百分之二百进行摊销 甲内甲公司B专利技术的摊销 发法摊销年限 和净残值符合税法规定 甲公司21年度实现的利润总额 为四千零五十万元 适用的所得税率为百分之二十五 甲定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关于B专利技术下列会计处理中正确的有 A21年12月31日无形资产的计税基础一千九 B呢 该专利技术产生的科技扣三十性差异确认 确认D严所得税资产 237.5那这肯定不行 C呢 那21年应交所得税是一千万 D呢 21年度所得税费用是一千万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的计算 21年12月31日无形资产账面价值 那无形资产呢 7月份形成的成本一千 账面价值要把 取得当于要进行摊销 所以把21年下半年摊销数给扣了 那一千除以年限 预计是有年限十年 半年的时间乘以十二分之六 所以是950 计税基础 是账面价值百分之二百 所以计税基础呢 950乘以百分之二百 等于一千九 那A就正确了 给的计税基础一千九 自行研发形成无形资产 产生可抵扣三十净差异 那属于不确认 地盐所得税资产的特殊事项 不要确认地盐所得税资产 那B就不对了 B说确认那不行 我们看21年度的应交所得税 那应交所得税呢 是4050的税前会计利润 我们要把当期费用化部分 按百分之百再加计扣除 所以这个呢 一千除以十乘以十二分之六 是下半年摊销的形成费用 我们再把它纳税调节 因为按照这一部分 可以百分之百加计扣除 我们自己摊销这么多 然后呢 再让你把案百分之百加计扣除 所以把它再减去 你别给减多了啊 就来个乘个百分之二百 那不行 4050里面 已经包括下半年的摊销数了 那调完之后 乘以百分之二十五等于千万 那选项思义就正确了 那二十一年度的索得税费用 应交索得税相当 因为毕竟 涉及到的可底扣暂时性差异 不确认地盐索得税资产 没有影响地盐索得税费用 那索得税费用 就跟应交索得税相当 所以D也正确 这个题目呢 选项ACD是正确 我们再看多选题的七 甲公司适用索得税税率 为百分之十五 其二一年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中 会计与税收处理 存在差异的事项如相 一 当期购入 指定为以供引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记录其他综合收益的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期末供引价值 大于取得成本是四百万 那你期末供引价值比成本高了 它一定会形成的是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账面价值大于积税基础 那我们应该要确认 地盐所得税负债 第二 收到与资产相关 政府补助八百万亿 说采用总额法来核算 税法规定将其记录 当期应纳税所得额 相关资产至年末 尚未开始计提折旧 那没提折旧呢 这部分地盐收益没有贪销 我们也知道 你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反映到地盐收益里面 用总额法 地盐收益现在账面价值八百 计税基础 因为税法规定把它计入 当期应纳税所得额了 以后不涉及再用交税了 已经交了 那计税基础就零 因此它会形成一个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的 甲公司 二一年度利润总额是五千二百万 假定地盐所得税资产负债 年出余额为零 未来期间 能够取得足够应纳税所得额 用以利用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 下列关于甲公司二一年 所得税的处理中正确的有 A所得税费用七百八十万 B应交所得税是九百万 C地盐所得税负债是六十万 D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确认的地盐收益 不确认地盐所得税资产 那我们看一下 二一年年末 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基础其他综合成为基础资产 账面价值大于取得之成本 那形成应纳税 暂时性差异 那我们当然要确认地盐所得税负债 那确认地盐所得税负债 税率 因为他告诉是百分之十五 你不见得都是百分之二十五来算的 又看好题目 所以确认地盐所得税负债四百 乘以百分之十五六十万 那由于 这一类金融资产 它的供应价值变动 及其他综合收益 我们由此确认的地盐所得税负债 也是对应其他综合收益 它不影响所得税费用 这是关于地盐所得税负债 C呢是地盐所得税负债是六十万 那这个就没问题就对了 然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按税法规定 在取得的当年 全部记录了应纳税所得额 那你计税基础就零 如果你用地盐收益账面价值 减未来可理扩也行 你八百减去 我们现在已经记录 应纳税所得额了 以后地盐收益 它要形成收益 你要把它减去吗 那就说八百减八百也就零 一样的 那要确认地盐所得税资产的金额 八百乘以百分之十五 一百二十 不是不确认的 D说 不确认地盐所得是资产不行 那蒋公司一年应交所得税 税前会计利润五千二 然后我们要加上八百 因为说了 政府给的钱记录当期 不确认纳税所得额 所以用纳税调增 对于呢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供应价值变动 即其他综合收益者 不涉及纳税调整的问题 他本来也没影响会计利润 税法也不认 所以只是 政府补助 八百万纳税调增 添完之后乘以百分之十五 等于九百 那币就正确了 币呢 应交所得税是九百 那我们再看所得税费用 那就是应交所得税 加上地盐所得税费用 我们确认地盐所得税资产 代方的代计所得税费用 所以把它减去 等于七百八 或者也可以怎么进行计算 当税率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我们算所得税费用时 你就不用去考虑暂时性差异 算出的应纳税所得额 乘以税率就完了 比如说不考虑地盐 那我们这种情况呢 就是五千二税前快捷利润 当然涉及到 不影响地盐所得的资产负债的 暂时性差异的 别的那些调整事项还是要调 比如说国债利息收入等 还是要调的 但是你暂时性差异不用 可能大家也清楚 如果属于暂时性差异 它有的要是不影响所得税费用的 本来呢 应纳税所得额就不用它调整 你确认地盐所得税费产也没有 地盐所得税费产也没有对应所得税费用 所以不用调 那就说如果影响所得税费用的 它跟应交所得税那边正好形成对冲 税率不变的时候 比如说 我们既提存货提价准备一百万 那你算应交所得税是当时当期 由税前会计利润算应拉税 所得要加一百万 那加上一百万 我们有带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可以借所得税费用 那你提了存货提价准备 确认地盐所得税费产 借地盐所得税费产 贷所得税费用 这两个数呢 正好对冲 一个借所得税费用 一个贷所得税费用 所以就不用管它就可以 但是当税率变化时 这肯定不行采取这种 简化的做法 也就是说税率变化 简化做法不能用 那现在也可以用 五七二乘以百分之十五算 七百八 所以最后能不能看到 这个A也是正确的 那接下来 我们看 计算分析题一 这个题目的 是说不考虑 其他因素 除了题目给的 不考虑其他因素 然后要求呢 第一个分别计算假公司 二一年度 应纳税所得额和应交 所得税的金额 然后呢第二个 分别计算假公司二一年 年末资产 负债表 地言所得税资产 地言所得税负债项目 期末于额兰 应劣势的金额 第三呢 计算确定 假公司二一年度 利润表 所得税费用项目 本年金额兰 应劣势的金额 第四 编制 假公司与确认应交所得税 地言所得税资产 地言所得税负债 和所得税费用 有关的会计分路 那我们具体看题目了 一项一项来看 假公司二一年年初 地言所得税负债的余额为零 地言所得税资产的余额为三十万 期二零年年末 应收账款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那假公司二一年度 有关交易和事项的会计处理中 与税法规定存在差异的有 我们一项一项来分析 就说 由税前会计利润算定纳税所得额 要不要进行纳税调整 那如果需要的话 如何调 然后再看 这个事项呢 要不要 确认地言所得税资产 地言所得税负债 资料一 二一年一月一日 购入一项非专利技术 并立即用于生产一产品 成本是二百万 因无法合理预计 及带来经济利益的期限 作为使用寿命不确定的 无形资产核算 那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对该项无形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后 未发现减值 根据税法规定 企业在继续税时 对该项无形资产的十年的期限 采用直线法摊销 有关摊销额允许税前扣除 那有关摊销额允许税前扣除 我们会计上并没有对它进行摊销 所以那我们这一部分就会有纳税调检 那调检的金额 因为成本呢是二百万 那现在是税法上说 按照十年来进行摊销 取得当月进行摊 那这个呢就应该是等于二十 所以在二十一年 由税前会计利润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我们肯定呢要把它 让纳税调解二十 因为你会计上没有 税上让你进行摊销 让谈销应纳税所得不就减少了 所以要调检二十 那我们也会看到 会计上的 现在是账面价值 没有发生减值 账面价值取得的成本是二百 那它的计税基础 就变成了二百 减去谈销二十等于一百八十 所以它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 要确认的是地盐所得税负债 那我们后面再去看 再看资料二 二一年一月一日 按面值购入当日发行的三年级国债 一千万元 作为债权投资核算 该债券票面年利率为百分之五 每年年末复息一次 到期的偿还面值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贾公司确认了五十万元的利息收入 那根据税法规定 国债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那这个事项 会计上呢 把五十万的利息收入啊 计入到了投资收益 那税前会计利润多了 税法说国债利息收入免税 那由税前会计利润算 应纳税所得额实 肯定把这五十万呢 要进行纳税调解 然后对于呢 国债债权投资核算 没有发生减值 账面价值跟进费基础一样 所以它不会形成暂时性差异 不涉及地盐所得税 对资产负债确认计量的问题 我们再看资料三 21年12月31日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一个亿 减值测试前 坏账准备的余额是200万 那减值测试后 补提坏账准备100万 这是又补提了个100万 根据税法规定 提取的坏账准备 不允许税前扣熟 所以你补提坏账准备 借信用减值损失 代方代计坏账准备 那这100万呢 由税前会计利润算下纳税所得多 要纳税调增 因为你补提准备了 我们既信用减值损失利润少了 税省不认 因此这个由税前会计利润算盈纳税所得额时 100会纳税调增 那然后我们会看到 到21年底 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 那一个亿 要减轻300万 因为原来 已经提了坏账准备200万 当期又补提了一个100万 所以是9700万 那账面价值是9700 而计税基础 那应该是一个亿 所以它会形成一个科里扣暂时性差异 那期末的余额 科里扣暂时性差异的余额 一个亿减去9700 这要知道这个事情 我们再看资料4 21年度 贾公司实现的利润总额 为9970万元 适用的所得税率15% 这是当年的 预计从22年开始 适用的所得税率25% 那就应交所得税计算 要用当期的税率15%来算 但是我们确认 地盐所得税资产负债余额 应该是要用25%的税率 那这个25%税率啊 说且未来期间保持不变 假定呢 未来期间能够产生足够的 应纳税所得额 用于抵扣科里扣暂时性差异 不考虑其他因素 要求呢 我们前面也都说过了 那具体来看 说贾公司 21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9970税前会计利润 我们要减去税法上 无形资产贪消数20 200除以10 要减去国债利息收入50 要加上补提换账准备100 而应纳税所得额 就应该是一个亿 那贾公司21年度 应交所得税 用应纳税所得额 乘以适用所得税率计算 一个亿乘以15% 那等1500 应交所得税计算 用当期的税率了 那我们第二个再看地研这个问题 说第一个资料一的 那无形资产 没有提减制准备 账面价值呢 就是200 税法按照10年摊销 那计税基础就200减去 一年摊销20等180 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的余额是20 那此项 地研所得税负债余额20乘以25% 要用25%的税率 就是转回时的税率 这必须明确 等于5万 资料二 债权投资账面价值 计税基础是一样 都是1000万 它不产生暂时性差异 不确认地研所得税 那资料三 该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 一个亿的账面余额 减去坏账准备的余额 坏账准备余额1200加100 那用300把它扣掉 9700 它的计税基础呢 就是应收账款的余额 一个亿 那这样的话呢 产生可理扣三次性差异 地研所得的资产余额 一个亿减9700 这是可理扣三次性差异余额 由于税率变了 那要用未来的税率 转回车的税率 所以要乘以25% 那等于75 这是它的余额 而不是说发生额 我们体理呢 还给了 当时地研所得税资产有余额 也就是地研会账的200万 当时上照15% 税率算的30万 那我们现在的税率变了 余额呢 一定用未来转回车的税率来计算 而第四 根据上述分析 地研所得税资产 那项目期末余额75万 地研所得税负债期末余额5万 那第三 本期确认的地研所得税负债 因为没有提出数 那地研所得税负债就是余额多少 就是多少 20乘以 25%等于5万 那本期确认地研所得税资产 期末余额75 期出余额30 把它减去 那等于45 发生地研所得税费用 对于呢 地研所得税负债 那是借所得税费用 带地研所得税负债 所以选正号 而地研所得税资产增加 借地研所得税资产 带所得税费用 选负号 减去45 等于负得40 所得税费用 本期发生额 那就是应交所得税15 加上地研所得税费用 加上负40 那等于1460 那所得税费用 本年金额兰 劣势的是1460 这是关于他的一些计算 所以如果有税率变化水 你也不用去管它 就是期末点 基数是本期发生额就行了 相关会计分路 借房所得税费用1460 那借地研所得税资产 发生额45 带英交税费交 所得税1500 带地研所得税费来5万 我们看计算分一题的2 甲公司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3% 所得税税率25% 预计未来期间 能够取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 用以抵减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相关资料如下 那这个是一个固定资产 跟所得税的结合 然后给了一些资料 接下来呢 题目说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 要求第一个 计算假公司 19年12月31日 该设备安装完毕 并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时的成本 并编制设备购录 安装及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的 相关会计分录 那我们先看这个 说资料1 19年12月10日 假公司以银行存款 购入一台需自行安装的生产设备 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著名的价款为490万元 增值税额为63.7万元 假公司当日进行设备安装 安装过程中发生安装人员薪酬10万元 19年12月31日 安装完毕 并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 交付使用 那这个是固定资产核算 比较简单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 答案里面的第一个 19年12月31日 假公司该设备安装完毕 并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的成本 那就说购买的一些价款 再加上安装成本 490加10等于500 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 要通过再建工程科姆来核算 我们有借再建工程490 进行税格要抵扣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行税格63.7 贷方付的银行存款 一共是553.7 安装的是人工薪酬 借方再建工程 贷应付职工薪酬是10万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由再建工程转固定资产是500万 那借机固定资产500 代方再建工程500 这就是我们要求第一个 那第二呢 分别计算贾公司20年和21年 对该设备应计提的折旧额 那我们接下来看资料 资料二 假公司预计该设备可使用10年 预计净残值为10万 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 既提折旧 所得税纳税申报时 该设备在其预计使用寿命内 每年允许税前扣除的金额是49万 该设备取得时的成本与计税基础一致 那我们先看这个 那第二个 20年该设备计提的折旧额 那就是500乘以 预计使用年限倒数的两倍 19年底达到玉廷克使用状态 20年从1月份开始要计提折旧 所以是一年的 那等于100万 21年设备应提的折旧额 500减100之后 再乘以预计使用年限倒数两倍 十分之二倍 等于80 这就第二个要求 我们再看第三个 要求里面说 分别计算 甲公司21年12月31日 该设备的账面价值 计税基础 暂时性差异 需指出是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还是科里扣暂时性差异 就要把这个指出来 以及相应的地盐所得罪负债 或地盐所得罪资产的账面余额 那我们再看这一步 21年年末设备的账面价值 原价是500万 减去20年的折旧100万 再减21年折旧80万 你没有提过减值准备 这个账面价值就应该320万 计税基础500万 说按税法规定 每一年提折旧都是49 过去了两年 所以减两个49 那等于402 账面价值小于计费基础了 对于资产来说 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 产生可底扣暂时性差异 那可底扣暂时性差异 402-32等于82 那我们要确认 地盐所得罪资产的余额 因为可底扣暂时性差异是余额 用它乘以适用所得罪税率 确定的当然是 地盐所得罪资产的余额 82乘以25%等于20.5 这是地盐所得罪资产的余额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要求的第四个 计算甲公司22年12月31日 对该设备应计题的 减值准备金额 并编制相关会计分路 那我们再看资料3 22年12月31日 该设备出现减值迹象 经减值测试 其可收回金额为250万元 可收回金额给了 当我们要算出账面价值 提减值值钱 要比可收回金额数要是高的话 那我们要对它提减值 那甲公司对该设备 计题减值准备后 预计该设备尚可使用5年 预计净残值为8万 仍采用双倍余额 递减法 计题折旧 所得税大税申报时 该设备在其预计使用寿命内 每年允许税前扣除的计额 仍然是49万元 那我们得算算二年底 提准备之前的账面价值 那看一下 二年十二月三十几日 甲公司该设备 减值钱的账面价值 最开始取得时 是五百万 二零年提的折旧一百 二一年提折旧八十扣掉 那在二年 我们提的折旧 预计使用年限十年 还是用双倍余额减法 那就五百减一百减八十之后 再乘以十分之二 那算出它的账面价值256 可收回金额是250 那现在应该计题减值准备 就应该是6 借方资产减值损失 代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是6 提完准备之后 这项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就变成250了 那我们看要求定 计算甲公司23年 对该设备应计题的折旧额 那23年提折旧 我们计题减值准备之后 账面价值是250 然后说提完减值之后 还是双倍余额地监法提折旧 但预计现在使用年限 变成五年了 那所以22年提完减值准备 23年1月份 又要开始提折旧 按照新的来了 那新的预计使用年限五年 我们要乘以五分之二 那等于100万 这是第五个要求 我们再看要求的第六个 编制甲公司 23年12月31日 出售该设备的相关会计翻录 就是给它出售了 我们具体看一下资料四 23年12月31日 甲公司出售该设备 开具的增值税 专有发票上著名的价款 为100万元 增值税额13万 款项当日收期并存入银行 甲公司另外以银行存款支付 清理费用100万 我们不考虑增值税 那好 那看这一步 把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转入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原价是500 已经提了减值准备令 把它冲掉 我们看提的折旧 那这里面 前面都有过 20年100 21年80 22年的这个数 500减100减80 之后乘以十分之二 23年有个100 我们把它都给扣掉 就是我们把这些折旧加强 那现在累计折旧的金额是34 转到固定资产清理是150 支付清理费用 借固定资产清理贷银行存款1 告1万 银行存款 借方银行存款113 那贷应交税分交增值 消消税购是3 固定资产清理 把它给冲掉 原来有一个150 再加上1 151 最终差额反映到资产处置损益 那这个呢 是在借方了 资产处置损益 51 当然我们也知道资产处置损益 它是影响迎接利润 这一章的题目就到这里